哪一些不能生食 我第一個投票的話大概就是番茄 我們剛剛講番茄 全世界都在生食 是說不能太生去還沒有熟 不是煮不煮的那個生食 我想說我們已經錯了幾十年了 就是還沒有成熟的時候就去吃它 因為我們剛剛在討論那個叫茄鹼有沒有 就是我們講那個馬鈴薯皮有沒有 其實青的那些番茄裡面 這個茄鹼也很多叫龍葵素 那也是我們剛剛講的那些什麼 吃的會喉嚨癢癢的 其實它也是有 那第二個我們講說還有一個 我要投入的時候不能生食的話 第一個當然是還沒有熟之前不能吃的 一個叫做我們的鳳梨 我們知道鳳梨奶奶都叫我們說 要把它加一些鹽 不然它會刮你的舌頭 那為什麼會刮舌頭一個 當然我們講一個是鳳梨酵素 那當然在比較深的那個 我們的鳳梨裡面這個東西會更多 還有一個是那個我們講多硝酸 比較餵熟的鳳梨裡面硝酸成分也很多 還有一些其實鳳梨也是含蛋白質過敏原 比較多跟我們這些奇異果芒果很類似 那這三個因素都會讓我們嘴巴麻麻癢癢又破 對可是你如果在生還沒有那麼熟的時候 吃這個東西木瓜可能 我們講鳳梨的話可能這個影響會更大 接下來還有吃法篇 吃法我們今天用檸檬來舉例 對我們特別鎖定檸檬喔 因為檸檬有時候光是檸檬水啊 或是各種方式都會有 但是如果想要吃到檸檬的一個營養成分 叫做檸檬苦素的話 像這樣子臉皮泡熱水喝喔 是不是最好呢 真的嗎 但是檸檬苦素到底是什麼啊 對啊 其實檸檬營養成分很多 我們大部分都只造維生素C 那它裡面有一些就是提高我們抗氧化 幫助我們肝臟解毒 還有我們體內有些解毒酵素 它可以有一個幫忙的作用 那就是檸檬裡面的檸檬苦素 或是檸檬酸 大家比較常看到這些 那它可以促進你的代謝也會比較快一點 好 就說到這裡了 好不好 所以剛剛的題目就是 臉皮泡熱水喔 來喝是不是比較能夠喝到它的檸檬苦素呢 就靠這一題了 就靠這一題了 不然你回去會被笑的 沒錯 請說 好 因為其實我已經這樣喝喝了一兩年了 我覺得 你持續這樣做嗎 我持續這樣做 那你應該又錯了 剛剛香蕉 香蕉做了三十年都錯了 讓我講 讓我講 檸檬苦素喔 檸檬苦素我知道 因為檸檬苦素對代謝很有幫助 那我怎麼喝呢 我是把檸檬切成四半 然後先把那個汁用手給它擠出來 然後再來用那個湯匙 把那個上面那個肉跟那個白白的 因為檸檬最下面跟皮接觸有那個白白的東西 我全部刮下來 就刮到 白白皮那個苦苦的那個 對那個苦苦的那個乾乾的 那我沒有 弄成這樣嗎 對對對 然後先倒冷水 然後再加熱水 所以我就把它調成有點陰陽水 陰陽水啊 對 溫熱溫熱的這樣 是因為那天要記煮嗎 不是啦 搞陰陽水 是因為 好像是那個時候在網路上看到資料說太燙也不好 太燙的話 因為你喝冷的話呢 應該是可以釋放維他命C 可是聽說檸檬的那個檸檬苦素 是要稍微有一點溫度 它才能夠釋放出來的 但是你沒有臉皮對不對 我沒有臉皮 好 所以如果答案是的話 你又做錯了 如果 如果要帶皮 應該是一樣 因為檸檬皮可能檸檬苦素含量更多 可是因為它喝起來會苦啦 我大概是對的 因為我曾經看過就是說 如果你有點感冒症狀的初期的時候 你就把檸檬切片 然後用溫熱一點的水去沖 它就是變成簡易型的感冒熱飲 漂亮 所以我大概知道說 OK也許是用一點溫熱的熱水 才能刺激那個皮 把那個苦素放出來 所以我常常就是 如果我有一點感冒症狀的時候 我就會沖一大杯喝 唉唷 有用 有用 好 來營養師 你這個正確的解答 來囉來囉 關係到一身的融合 答案是什麼 答案是確實 那個是對的啦 是對的 恭喜恭喜 感謝 但是詩蓉你要連皮啊 喔 哈哈哈哈 你中不足 對 因為檸檬的 差異會很大嗎 檸檬的皮啊 它其實保留大部分的 剛剛講的檸檬苦素 它是我們體內解讀的一個很好的來源嘛 所以如果你是要用檸檬來做保養的話 剛剛有提到 如果你要吃皮的話 我們建議切片 它就保留皮 那你的溫度上 你就可以稍微高一點 比如說 大概是泡茶的溫度 五六十度這樣子的一個 是OK的 稍微溫熱溫熱的話 那它裡面的那個精油 其實就是檸檬苦素 它就會伴隨著這個熱水就會跑出來 你就可以吃到它裡面的一些 剛剛講的抗氰化解毒的一個功能 那如果我的需求是這樣 我的水就算是九十度一百度 其實也沒關係 其實比較超過 只是檸檬是一破壞而已 對 但是 對你講對了 對不對 對 超明貝 這一集好聰明喔 這一集而已 真的 我真的很開心 三年半了 我終於聰明了 對 因為講到一個重點 因為檸檬其實維生素C不高 對 所以有些人他會覺得說 我好像弄熱水 都擔心它維生素C流掉 那你就只能量著取其中一個好處 對 因為你有切皮跟果肉進去了 你就有維生素C跟檸檬苦素了 對 那你真的要吃到檸檬苦素 你就溫度高一點 那維生素C流失掉就沒有關係 你就從巴熱來補 小番茄來補其他維生素C 那為什麼有些人 他會直接擠檸檬汁來喝 那擠檸檬汁來喝的話 第一個 他就是當然要攝取到 剛剛提到的維生素C 那你就溫度不要太高 當然你就用常溫 或甚至你要喝冰的 那都是可以保留的 或甚至30度C左右的 那檸檬汁有一個好處就是 你知道我們用在哪裡 用在那個老人家 家裡如果有老人家 或是小朋友胃口不好的 那它可以放在水裡面 然後讓它有酸酸的感覺 它裡面有有基酸 那有基酸會怎樣 會刺激你的那個 口水的分泌 就口水會分泌 然後會覺得說 吃東西就像有點 忘眉止渴那種感覺 所以你就會引起死慾 所以有時候你喝太多的檸檬汁 有時候你會覺得說 酸酸的 然後這個分泌很好 你就會想要吃更多的東西 對 那還有就是剛剛其實 剛剛斯隆講到那個白色的部分 對 其實白色也有它的燃料成分 它裡面的淚黃銅也有 也會讓你的 就是比較壓力大的時候 容易血壓上升啊 或是你在國務台的時候 很忙的時候 那倒是有一個舒緩鎮定的功能 難怪這眼都沒有發脾氣 有賴於它這個皮兒 對 跟這個有關 對 但靜雯剛剛其實很厲害喔 因為像這樣子的東西 像以前雅蘭在懷孕的期間 都很怕吃藥 你知道 所以那時候呢 只要有感冒咳嗽 我們真的也吃那麼多 對 我覺得效果真的好像還不錯 真的還不錯 在初期的話是有幫助的 初期是可以 就是還沒有有痰啊 或是在咳嗽的時候是有幫助的 不過如果 他要吃到他這個苦素 他是一定要泡熱水 還是說連皮打汁 用打的 他也可以把它打出來 要泡熱水 要溫度要有一點高 是喔 對 然後要吃要皮 當然皮越多 你切成四半 它保留皮越多 那它裡面有檸檬苦素 會攝取的越多 OK 那如果想要攝取蔬果 不同的營養 這個還可以怎麼吃是比較好的 因為我們知道吃蔬菜水果 大家一定想到就是 吃它的維生素B群 維生素C 對 對 對 那你最好就是整顆一起吃 就整顆圓形的一起吃 那這樣子的營養價值是最高的 最不容易流失的 裡面還真的能講到檸檬 維他命C 對 所以如果你胃好 然後又不怕酸的話 其實你那個檸檬當成那個 柳丁的那種 哇 頭腿都流出來了 對 牙齒都軟了 對 如果你覺得OK 但是有時候會影響到牙齒的發狼子 對 那如果是屬於 比如說像是有些 有時候那種維生素A高的 黃黃的紅紅的蔬果 比如說像我們提到的那種 紅蘿蔔啦 或者是甚至於 對 番茄啦 南瓜 或者是那種紅線菜 你會發現它是紅紅黃黃的 那它就適合可以有一點加溫 也可以入菜 有沒有發現很多大番茄都是在入菜 對 番茄炒蛋啊 或是有些什麼 那種番茄甕裡面塞一些肉這些 那它就可以適合入菜 另外呢 就是有些人他吃得比較清淡 有時候為了減肥或是吃素的話 他可能會吃一些 蔬菜裡面它有一些含鐵的 這時候呢 如果你吃了蔬菜裡面的鐵 你在飯後 你就可以搭配一些柑橘類的水果 或是巴熱 小番茄 木瓜 草莓 甜柿這些 它裡面的維生素C 它可以幫助 蔬菜裡面鐵的吸收 所以它其實是可以做這樣的搭配 那我還是強調最圓形的 切塊最大塊的 它營養保留最高 所以如果在蔬菜的部分 盡量你在切的時候 還是不要切得太細 或是煮得太久 那這個其實都會流失它營養成分 我就我醫院觀察到 有沒有人水果吃到最後要住院要開刀的 我舉幾個案例 還是有喔 對 第一個最常見的當然 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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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 謝謝